哈喽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呀 我是鱼豆 公子和罗莎莉亚的池子已经出来了 本期视频呢 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公子和罗莎莉亚的技能吧 听说点赞评论的人都能一发入魂 首先呢是罗莎莉亚 普通攻击可以进行制作五段的连续攻击 重击消耗一定体力向前突进 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伤害 和相邻胡桃的重击类似 异技能 罗莎莉亚快速移动至目标敌人身后 进行被刺攻击 造成冰元素伤害 但是要注意的是 体型较大的敌人是穿不过去哟 大招忠命的胜利 罗莎莉亚挥舞武器 扫击身边的敌人后 凝聚极寒的冰枪插在地上 冰枪存在期间内会持续放出寒气 造成冰元素伤害 罗莎莉亚的大招是脱手技能 所以作为冰挂工具人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呢是公子 公子这个角色就有点特殊了 他虽说是弓箭角色 但是他却可以进行进展 是传说中的近战工兵 处于远程攻击状态时 普通攻击可以进行 至多六段的连续弓箭射击 瞄准时水元素之力 会在箭矢上持续击聚 聚满了激流的箭矢 在命中敌人时 造成水元素伤害 并施加断流效果 处于断流影响下的敌人 受到攻击时 将产生水元素范围伤害 使用异技能 公子对周围敌人造成水元素伤害 并进入近战状态 近战状态下的普通攻击 转换为至多六段的连续水元素斩击 重击消耗体力 瞬间向前方挥出两箭 造成水元素伤害 近战攻击命中处于断流影响下的敌人时 将引发一次断流斩 造成水元素范围伤害 在远程攻击状态时释放大招 会向前方快速射出一发 饱含水元素的魔剑 造成水元素范围伤害 并施加断流效果 在近战攻击状态时释放大招 会进行一次大范围的斩杀 对附近所有敌人造成水元素伤害 并对于处于断流状态下的敌人 引发水爆 造成水元素范围伤害 应用好公子的技能机制 无论是作为主C还是负C 打反应还是核爆 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呢 好了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 各位观众老爷们 都抽到了公子洛莎莉亚了吗 记得在下方评论呢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哟